细胞疗法是医疗一大束光 过去关节受损 即便经过手术 仍有再断掉的危机 现在花莲茨基医学中心 利用所有的科技 包括自体生物制剂 在过去的基础上 找到重建的方式 可以减少关节再次受伤的几率 在过去的技术的基础上 如果可以给它一个组织再生 让这个组织它的活力更好 它可以在更快速的时间内 它就愈合的话 你即便要缝合 它也不会断掉 当这种东西 你只要稍微的固定 我们把它填充进去之后 它本身如果很快速的 就会长起来 那可能连手术 就可以不用手术 自体生物制剂 包含了修复和再生 修复大多都是结痂组织的修复 再生则是利用干细胞产生分化 取自己的脂肪注射 或填充进关节 可以改善骨骼肌肉关节的 受损及退化 希望它可以长出一些 比如说快速的胶原蛋白 或者是我们放一些 类似干细胞 它可以希望它可以分化 到底能不能分化 我们有些时候还是很困难 但是起码它现阶段 在原本的这个环境底下 它可以刺激它本身的组织生长 可以用的就是脂肪 自己的脂肪抽出来 那很多的里面的细胞 可以把它分离出来 然后就打进去关节 这项医疗方式 将细胞组织的生长 从被动转化成主动 未来将可以大幅缩短 关节受损后 漫长细胞增长期 对运动员更是一大福音 大约新闻黄一轩 邓运中台北报导